大馬路旁計程車問獎 當街把喝到爛醉的乘客 壓制在地 目擊民眾看傻眼 深夜社區大樓外 兩名男子大呼小叫 你別動啦 你若準備不好就別喝酒啦 喝酒是怎樣 叫你做人的道理啦 不要喝酒別喝啦 計程車問獎 押制乘客全為了路線問題 卻演變成街頭全五行 你說你開進程車的 你講你很棒 那個人這樣子對你 五星男子喝醉酒 在新北市盧州上車後 目的地要到士林文林路 駕駛照著導航走環題大道 但最難卻堅持要問獎 開上國道 還質疑司機繞遠路 那道士林根本不用上高速公路 乘客卻火大 當場開罵 你要怎麼走啊 你被當天跑路走 你 我才欺負人家呢 計程車問獎被爐到火器也上來了 距在要求乘客下車 但就是因為這句話 讓最難大嗆 自己開計程車二十年 從沒有人敢叫他下車 你落車沒你落車 你落車你落車 兩人都是計程車問獎 卻因為路線問題爆發衝突 不只互相傷害還堅持提告 記者楊中盛受講信不說的哦